同樣地如果今天給你一組快樂 差分方程式 像這樣 xln-k 這是輸入跟輸入之間的關係 當然 Islamic 那我 H 的關係 或者這個大 H 要回自己的關係 對不對 那就是这个小H或是大H的关系 就可以代表这个系统响应的关系 那时间的关系就有下面这个写出 那样我觉得就是用所谓的G成缝来解释或分析这样的系统 那我就是把刚才那个式子两边都给它做一下这个Z成缝 然后只会跟时间有关系的 while n 的地方做G成缝 所以这个Z就摆进来 对不对,摆在这里摆在这里 然后yof n-k等于yof n 的Z选缝 然后乘上Z的-k 对,这个是根据上面的一个关系 xof n平移n0的话 等于是没有平移那个大xof z 然后前面乘上Z的-n 那所以另外一项就是Z的-k 然后经过的话,我的大H就等于大Y除大X 那等于这个除以这个,等于这个除以这个 然后一样上面这个,我如果做一些化解 因为这边命式都是负的 那所以你如果把它做成正的话,就变成Z的N次方 Z的N次方,Z的N次方,Z的N-n 如果我以分母的大N次方来算的话 那分子就变成这样的关系 对 那这个例子,你看它两个次数是一样 因为所谓次数一样就表示 这个时候的输出等于这时候的输入 OK,所以我刚才有讲过上面的接数的关系 对这个例子来讲 如果有延迟的话 上面的次数就会比下面的次数少 如果有delay的话 就是我只跟过去一个时刻 过去两个时刻之间有关系的话 好 好